阿爺看到被共產黨扮演那間省城連鄉茶樓, 輸了月餅官司, 都替顏家香港後人開心。 阿爺在舊金山那位人碎老母, 看了阿爺上次出片講起古蹟。 他就說, 茶實省城夜晚黑的茶樓歌壇,起源於中華民國初期。 當時省城有間共和茶室, 最初開始找古蹟來唱東西搞茶市。 當時有名古蹟是朱翠燕和朱翠福兩姐妹, 榮祥和月櫻還有一堆老爺叫做卓可卿最高出名。 當時不洗樓牌,又有水吃, 所以好多茶樓都照顧。 一時間,省城家家吃完晚飯都上茶樓聽唱曲。 逐漸又有古蹟變為開眼歌雞。 直到中華民國九年, 一群青春無敵銀彩, 文仔、婚仔、銀仔、梅影、 國殤文、燕燕、山山、大銀仔等歌寧出現混食。 平喉大喉幹盡那群古蹟。 當時除了地、茶樓, 大中茶樓都當中拯開眼歌寧。 中華民國十二年,又無喜敏無耀、 雲飛等新歌寧。 省城歌壇已有三十處。 後來銀鳳、梅影嫁了人。 仍然在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十日, 禮拜三,叮狗死了。 紅飛營、國殤文又被人拉走去逃浮。 西施英與西施女傳製喜。 歌壇已有十零間。 後來共產黨搞獲害人中海紀省大罷工。 仍然在鄙湖兩家歌壇。 遂到中華民國廿四年自聲, 有十零間歌壇。 仍然中華民國全英國的男人唱歌曲。 阿爺老母說:「香港有個肥佬專門女人,叫做梓孝七。」